据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 2022届本科生平均月收入为5990元较2021届增长了3% 但起薪增幅较2021届下降了57% 在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下大学生薪资增速明显放缓 报告还显示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重心已进一步下沉至地级城市及以下地区 其中教育领域是吸纳毕业生在地级城市及以下地区就业的主体 从教群体就业重心下沉现象更为明显 数据显示2022届在地级市及以下地区从教本科生月收入为4468元较2018届4090元增长378元 但低于2022届全国本科平均5990元 不过该群体的就业满意度不仅高于全国本科平均水平2022届77%且增长明显 数据显示2022届在地级市及以下地区从教本科生就业满意度为84% 较2018届75%大幅提升9个百分点 这一现象反映了当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和大学生就业取向的变化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 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着差距 特别是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教师缺口较大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识到从教的价值和意义 不再追求高薪高职位 而是愿意为国家基础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对于提高我国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发展空间 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和鼓励这些选择小城当老师的本科毕业生 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关怀 让他们能够安心从教 乐于从教 长期从教 中文字幕志愿者